多样的材质 深厚的文化底蕴 设计师红尼芬将各领域的艺术创作 融入到服装上 不仅作品享誉国际 更将台湾的文化产业 推向世界 服装我希望 它对整个社会 它也是有一些新的展望跟贡献 那不是只有做服装设计 因为台湾以前早期服装设计 比较多的资讯还是从日本来的 那我希望我们这一代 我们新学的这些新生的一代 该有自己的语言要表达的 就是慢慢的累积 就是慢慢的累积 红尼芬拥有多种艺术领域的创作经验 包括绘画 陶艺 金工等 这也使她的设计丰富多元 让人们在她的创作中看到无限可能 我会挑选里头 我可以留下来的东西 你看看衣服 舞者穿着有折子的 它立体的统成这个样子 那我就少部分用在服装上 所以这些语言是 因为我做了 我就挑选适合在平常可以穿的表现出来 然后每个衣服它可以有不规则的穿法 然后你可以多严的去应用 一个衣服你可以穿在罩上面 旁边你甩一番它就是另外一个配件 所以它是多颜的变化 颜色色彩各方面它就变化无穷 红尼芬用心感受生活 将所见所闻寄托于服装设计 将服装与木鸡元素做搭配 她也借由木鸡向世界展示 独特的台湾文化 木鸡上面那个脏碎 那也是植物的 拆下来他们去编的 它很纯朴啊 很漂亮啊 它的高度那么一高 它穿到那个就像一个在舞台上面 一个感觉 不是搭台在梯台上面才叫做做秀 但是基本上我做的设计 我觉得它不要做秀 它就是生活上 我应该有这些方面的享受 对我们自己文化的更深的认识 所以我创作一系列 我觉得可以是符合我们文化